整片烏瓦在空中飛 去年七月杜蘇瑞颱風來襲 重創中南部和離島 南部連放兩天颱風假 根據西相處預報 凱米颱風星期三晚間 到星期四上半天影響最為劇烈 可能再放一天颱風假嗎 連續放颱風假不算常見 上一次台北連放兩天 是2016年美濟颱風 強降雨造成災情 不過提到連續放假 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 是莫拉克颱風 泥水淹沒道路 八八風災帶來破紀錄雨量 中南部地區就連續放了 三天颱風假 另一個災難性颱風 還有2001年的納利 北捷板南線幾乎全焉 當時颱風假正是星期一星期二 等於連放四天假 有的公司學校甚至停班課一周 根據西相處預報 凱米颱風24小時雨量 加以台南高雄屏東 預測雨量達到350毫米 南部縣市全達停班課標準 從風力預報看 幾乎全台平均風力都達到7級以上 也達到停班課標準 中南部的山區有機會在未來36小時 快速的累積驚人的降雨量 明天要不要放假 目前看起來以中南部發生的機率 相對是比較大的 只是一旦又放假代表風雨上修 賺到假同時別忘了颱風可能帶來的威脅 東新生活中心在台北採訪報導